林心如听大度逛街,霍建华笑而不语。胡哥,这是龙凤胎吗? 林心如大家都不陌生,林心如1976年出生于台北,在2016年她和霍建华宣布结束长达10年的男女朋友关系,正式踏入婚姻的殿堂,就在第二年便生下了小海豚。 而如今小海豚也有一岁多了,最近也有很多网友传出林心如怀儿胎了,很对粉丝纷纷发出祝福,恭喜老干部。 林心如一家三口一直过得幸福甜蜜的生活,想大家认识林心如的还是从那个单纯漂亮的紫薇开始的吧?当时的海豬格格开始红遍了整个大江南北啊。 当时的林心如无论是演技和颜值都可以说巅峰啊,一度得到大家的认可。 而小编当时也是很喜欢林心如的,那种笑容很是甜美,深入人心啊。 林心如和霍建华认识还是从地下帖开始的,当时的霍建华算是刚出道,性格还是很内向的,而且很难和其他明星聊得来。 而此时的林心如就主动找获建华,然后他们就开始相识相知,然后他们就经常一起出没给很多粉丝拍到,然而不就他们就便公布恋情。 在当时很多人都看不好这对姐弟恋,然而他们便用实际行动回应那些看不起他们的人,就在2016年他们便在巴黎岛结婚。 从此他们便相爱相守,就在2017世他们在中山医院产下一女叫小海豚。 如今的小海豚也有一岁多了,很多网友就劝林如姐如今也42岁了,快再生一个吧,要不就高龄怀孕危险了。 如今的43岁的,但是不得不说43代林心如颜值依然巅峰啊,出席其他活动时身段依然完美。 让人更加惊喜的是他还在微博倒出自己生活的小妙招,这也许是出道多年身姿不变的原因,小编也是怀揣得好奇心里是十几天,然而水桶腰还真的不见了。 大爱女神。 而在最近霍建华接受媒体采访时被问道有没有考虑过二胎时,霍建华一直都是笑而不语,可是记者就是不死心,一直追问下去,被问到无奈时只能回答说林心如已经怀上二胎了,而且还是双胞胎。 此时网友也纷纷暴戏说,恭喜老干部,老干部果然深藏不露啊。 而最近也有狠狠多粉丝派到林心如逛街时身穿一条白色短袖而独自已经是很明显的突出,难道霍建华的所说的双胞胎坐实了吗? 真是让粉丝们甚是欢喜啊。 无论怎么说林心如已经42岁了,愿她们母子三安全生下,愿她们可以恩爱久久白头偕老。 一生平安。你们觉得林心如会怀上双胞胎吗?如果是双胞胎会不会是龙凤胎?